北宜公路 北宜公路是全台最知名的鬧鬼山路 全長總共有58公里 整條山路彎彎曲曲的 其中最有名的路段是九彎十八拐 也因為很多彎道 如果速度太快容易失控打滑 轉彎超車時去轉到對象來車 而造成死亡車禍 所以北宜公路又被稱為死亡公路 一直排行在前幾大死亡公路之一 而且當初在開發北宜公路時 是採用炸傷的方式 也因此造成許多人混沌在此地 讓常開這條公路的老司機 會在後照鏡下面掛著護身符 播放大悲咒來驅邪 甚至還會撒一些名字當過路前 安慰那些要抓交替的孤魂野鬼 時常有人說在騎北一時 感覺後面有人在跟著他 但轉頭看卻沒看到人 尤其是在半夜子特別的陰森 一路上都沒夜燈 只有車燈照亮前面的路 那氣氛真的會讓你胡思亂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車禍的意外 很多都是失守分離 有人曾經在騎北宜公路時 看見有頭顱在空中飄來飄去 或者是只剩腳的肢體在馬路上行走 曾經有人在半夜時 要從台北回宜蘭 在行經北宜的半路上 原本清晰的馬路突然騎了龍霧 這時路邊冒出一個奇怪的老婆婆 不斷的揮著手 在經過時 隱隱約約約聽到老婆婆說 好心人可以載我嗎 讓他當場下的狂念佛經加速逃禮 還有人在開上北宜 起龍霧時 經過一台停路邊的車子上 看見有一張老婆婆的臉 緊貼著玻璃 從車裡往外看 凶狠的瞪著她 讓她被嚇得全身發麻 在開車超過那台恐怖的車子後 因為同行的車友尿急 平時停在路邊讓車友解決 但在離開後 竟然又遇見那台詭異的車子 裡面同樣一個老婆婆瞪著她 就這樣一直重複循環 像是鬼打牆一樣 開了老半天 結果卻還是在原路 意識到自己是遇到不乾淨的東西後 趕緊狂念佛經 後來在半路看見有個土地公廟 下去跟土地公拜完後 那龍霧才漸漸開始散去 順利的離開這無止境的鬼打牆 傳說北宜公路 有一個藍車問路的白衣女子 假如你遇到的話 經過後千萬不要看後照鏡 不然可能會被藏上而冷獲上身 曾有人在半夜行進北一時 突然間飄起龍霧 人間度變得只剩微弱的車前燈光 在附近沒有任何住家的情況下 看見一位身穿白衣長髮的女子 在馬路邊招手要大便車 半夜深山中突然看到這情況 讓她被嚇得半死 但是在騎過白衣女子一段路後 藍子良心過意不去 於是回頭載她 白衣女子在坐上車後 一路上都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你叫什麼名字 住在哪 不過藍子都隨便敷衍對方 因為她知道 如果實話實說的話 會被那東西跟回家 坐物流業開貨車的老司機之前 流傳著一個鬼傳說 在他們開上北移時 會遇到鬼從路邊衝出來嚇他們 造成一些反應比較慢的司機 被嚇得賺上傷病 造成車禍 根據那些被嚇過的司機描述 那個愛嚇人的鬼 長得黑黑矮矮的 臉部模糊不清 北移公路 還有許多靈異傳說 建議晚上沒事的話 不要散散逗留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結束 想看更多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 還有打開小鈴鐺 麥